靖宗一代遵述 靖空老和尚日前园吉 享受96岁 园吉传供赞颂大典 于9月29日上午在林口体育馆举行 大典由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靖耀大和尚 与大高雄佛教会常务理事物源大和尚 大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光大和尚 世界佛教华僧会新贸大和尚 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悟豪大和尚 佛光三寺退居方丈新陪大和尚 法谷山退居方丈果冬大和尚 金门县佛教会理事长信海大和尚 新北市佛教会如称大和尚的九大和尚主法 并依次赞扬称颂净空老和尚的功德 演说佛法要义 会中由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先生 代表总统府翻发包养令 以赞扬老和尚爱国卫教的重大贡献 总统也特别颁发包养令 来表扬老和尚一生对宗教 对文化 对教育 对慈善事业的贡献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 班政华夏一等奖章 以缅怀老和尚 宣扬神圣伦理道德 宣扬佛陀教育争议的熏机 敬邀大和尚代表中国佛教会 呈包养壮 以表扬老和尚一生地计众生的 无私贡献 老和尚言起赞颂大连 知子行 一则 祝导老和尚人风 安阳 舍在人间万五传 二则 祝愿庆宗一代 尊书的法音 永自已说佛 令佛法汇聚 长命 择披秦身 三者 更祈老和尚必生得业 永遭悼患长寸 前求敬忠弟子 秉承宗鸿 广开庆宗寡宴 立秦身 最后 学人请代表赞颂委员会 在这乡之位嘉宾至上万分谢臣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敬要法师 追忆尽空老和尚 指出 他穷必胜之力 不但弘法利益众生 转变众多有缘人的恶念变善念 而且一直强调 人家喜欢我就给 所以他一生当中 奉行的是舍的精神 赞颂大典中 以台南极乐寺和台北华藏 敬忠学会名义 捐赠中国佛教会 台南市佛教会的会晤推动 即会馆修善款 与台东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 地震慈善关怀经 落实近空老和尚佛法的洪传 关心希望世界和平 两岸和谐 人民安乐 同时也了解到无形众生 如果没有安抚超度 无形众生乱了 也会影响有形众生 所以老和尚 极力弘扬三十系念来安抚 超度无形众生 而法卷代表 悟道法师将继承老和尚 志愿于赞颂法会中 代表四众弟子 读诵感恩文 表达了对老和尚 无上崇敬与感恩之心 真情流露 令人动容 静空老和尚一生 以佛陀觉悟之真理 自觉觉他 为大众留下了今生浩瀚的言语 般若 以佛陀先行其言之行词 自度赌他 留下了六度阵行 垂饭后事 静中一代遵述 静空老和尚原籍传供赞颂大典 由静空老和尚原籍赞颂会主办 华藏静中学会 华藏静中红化基金会成办 公祭典一 整场流程进行肃穆庄严且圆满 致诚祈愿老和尚 不舍玩鱼民众生 早日参与院反说婆 生命电视桃园采访报道